沈春華Live Show 所以你會陪他游泳 你會陪他捉迷腸 你會唱兒歌給他聽嗎 我太太很喜歡 那個黃小虎的一些 黃小虎 演唱會 那他 你需要知道說 他媽媽唱的是 中國人 但黃小虎也會唱英文 英文歌也會 每次遇到英文的時候 他們兩個會一起 英文就 很快的速度 衝到客廳或衝到書房 我衝到我房間來找我 他把你還唱給我聽 這個英文歌 他會要求你唱給他聽 比方說 他唱那個 Fly me to the moon Let me bring the moon 這些 就這麼一點點啊 這樣Michelle應該不會滿意吧 我要有歌詞才會唱 沒有歌詞 所以Michelle都是要求你唱 英文版的歌給他聽嗎 因為他的印象裡面 我喜歡唱英文 那你是嗎 你是比較喜歡唱英文歌 我 對啦 哪一首你比較熟悉 Frank Sinatra這些 我們比較喜歡聽 Jazz 對 但是我 以前我們聽音樂 就是很實際 每一季 這個標誌上面的 我們就每一集 排行榜 對 排行榜 我們就會買那種黑膠 比較第一集 比方說買十張唱片 排行榜的這個 我們就每一條錄在 螺絲裡面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Summer回來的時候 同學都很羨慕我了 我們有兩捲螺絲 對 這是戰利品 都是這半年來的 收集的 美國的最流行 而且是我錄的 你知道 這樣很露臉 那個很棒 那個時候一放進去 那也是過癮 這個 開一個那個 開一個那個 浴龍的那個 1981年的那個 Blue Bird 然後把窗子搖下來 看到女生呢 聲音就放大 其實那個音響滿爛的 搞不搞 那喇叭也壞了 放了很大聲 開過去 沒有用用用 很開心 以前年輕的時候 比較容易得到這個滿意 真的喔 那現在呢 現在什麼事情可以讓你覺得很滿意 現在很多 很開心不好講 因為現在狗仔也太多了 一講出來會被罩到不好意思 真的喔 開玩笑 開玩笑 我沒想知道那真的答案是什麼 這個就不好多說 其實很多的企業家 對於養生這一塊 其實很要求 因為他們知道路遙之馬力 就是說商場如戰場 對 然後你一定要有很好的 健康的身體 你才能夠跟人家這個比拼嘛 所以你會不會有一套自己的 很特殊的健身的方法 我啊 我大概健身健的比較差一點 最重要是不能讓自己發胖起來 我盡量不要吃太油的東西 對耶 我覺得真的這幾年來 你的身材跟你的體重 維持得非常的好 你又很刻意注意 然後我不吃 這樣講的話 又好像有點政治化 為什麼 我不吃牛肉的 你不吃牛肉 抱歉 這個怎麼會政治化 你可以不吃牛肉啊 那是你 你太性感了 抱歉 這個抱歉 如果得罪政府任何人 我在這裡吃飯 我真的不吃牛肉 那你有吃鴨子嗎 我怎麼吃鴨子 最近鴨子出了問題 你知道嗎 可是我有吃 我吃那個 宜蘭那個鴨子很棒耶 宜蘭的鴨 那沒問題 宜蘭的鴨也很出名嘛 對不對 我不常吃嘛 我肉本來 就是我魚我會吃 但肉 這種紅肉 我基本上吃的不多 因為你有什麼家族遺傳的 什麼痛風的毛病 對 你怎麼知道 我們也會做功課的 你以為呢 你以為呢 我確實 我跟你講 我是在新加坡 就像你剛剛講 新加坡 對 我在新加坡 才發現我的這個問題 有痛風的問題 因為新加坡的食物啊 你看比方說馬來食物 對 或當地它那個蚊子 對 螃蟹啦 我不知道 結果那天我們在海邊 麗仁就弄了一桌 他麗仁最喜歡吃螃蟹 他就挖了給我 我就吃 吃完以後 我的這個 這個指頭就腫了好大 後來還請醫生 臨時叫航空公司 航空公司帶藥過來給我 所以我現在都不太敢吃太多 OK 所以你現在有很多 可能都要擠幾口對不對 對 一個日子這麼長 真的啊 真的 那我覺得夫妻的相處 其實也分很多的階段 比如說婚前的交往 因為婚前交往那段 大家都很熟悉嘛 因為他當時力量是打籃球的 你就因為看到他對不對 而且他對你 這個小老闆是不是 他也覺得 也沒怎麼樣 所以反而他那種個性就吸引